這個台積電董事長說 說我們在亞利桑那的 4奈米的 本來是2024年底要完工的 現在可能要延一年 因為那邊工人的經驗不夠 趕工來不及 又不像台灣的工程師 晚上願意加班等等 我想他講的也是事情 去之前大家就知道就是這樣 美國公司給你加什麼班 不可能 結果這一講 亞利桑那的建築工會會長生氣 你看這個消息 他在台灣講的 趕快就傳過去 對不對 他說 你講什麼 我們勞工很辛勤的 我們勞工很棒的 英特爾在這邊建廠 過去幾十年我沒有經驗 不是沒有經驗 你以為你台積電是第一個廠 為什麼英特爾都可以建 他只是沒講英特爾建的 到底是什麼廠 規模到底多少 都不知道 所以他說你台積電這樣做很壞 你是要找藉口 把台灣的低薪勞工引到亞利桑那去 我們這邊有一萬兩千個勞工 都是很棒的 對不對 你不給他們加薪 你要從台灣引進 然後因為你台灣引進 一定比較便宜 比美國便宜對不對 我們就加不了薪 就爭取不了薪資提高 所以很可惡 把老美惹火了 所以現在變成政治問題 你看當地的 美國公會很強的 這個會長出來講話 當地的議員什麼一定會跟著跳出來的 維護他們勞工的權益等等 所以我們看這個 建築工會的會長 叫做Butler 台積電趕快講說 沒有… 我們只是短暫停留 我們還是優先聘用當地的人員 而且我們已經害了 已經僱用的一萬兩千的工人 絕對不會把他們解職 絕對不會降他們薪水 絕對一定好好照顧他們 我們只是短期 因為來不及的短期 把他們去支援一下而已等等 所以媒體也說 這叫文化的差異 可能會踩政治地雷 你在台灣台積電怎麼講 大家都覺得台積電 誰也不敢去跟他作對 美國管你什麼台積電 機台電都不管了 農委員怎麼看 對啊 美國的工會 其實尤其是每一次 在選舉的時候 大家知道去年期中選舉 今年年底 然後明年又是總統大選 工會的勢力每次在選舉 一定是最大的掌控者 為什麼 因為他們雖然錢不是這麼的多 但是他們的勢力很龐大 他們可以糾縱來影響選舉 特別是某一些比較小的鎮 比較小的區 他們可以影響很大 所以大家知道台積電 其實他有沒有很願意去美國設廠 這個大家都知道 當時張忠謀就已經出來講了說 他們其實如果在利益考量之下 是不願意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的成功 大家都很清楚了解 他是有一批高技術 但是薪水又低的 這樣的一個台灣的人 台灣的工程師 在背後成為他們的工程 但是這些工程師不但是辛苦 然後創造了台積電的奇蹟之後 也被我們的政府拿來 現在執政黨認為說 他是我們的護國神山 這護國神山一傳出去以後 在疫情過後 全世界都發現這個晶圓的工業 是不可少的情況之下 從川普到拜登 都要求台灣的台積電要全球化 為了配合這政府的全球化政策 台積電就知道去美國 其實美國一定是賺不了錢的 賺不了什麼錢 但是他也一定要去配合作 為什麼 因為當然很多他的買主都在美國 為了配合買主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說在文化的差異 政府不來幫助 你文化差異之下 還有薪水也不同 美國也有他的最低薪要求 跟台灣是完全不一樣的 再加上美國人的文化是 從小訓練出來 每一個人都是精英分子 你要在這個精英的公司 這個工程師裡面上班 他有他的想法 你要去尋求團隊的一個磨合 合作團體 不是像台灣 台灣的很多的孩子 從小培養就是我服從 我在團體裡面跟大家一起配合 怎麼樣的加班 或怎麼樣的勞苦 都是有那個責任心 但是美國不是 我該休息就要休息 你不給我足夠的錢 我就用工會的勢力來壓你 我相信台積電接下去 會越來越困難是越來越多 這樣子一個配合政府的政策 去符合美國要的要求 去設廠的一個台積電 是不是值得我們大家 給他多一點的觀測 我們的執政黨 蔡英文政府是不是要 在適當的情況之下 來帶領台積電 幫他們突破這樣的一個困難 不要他們每一次都要自己出來 跳出來講說 他們不要去踩到政治範圍 是因為他們本來 就只是一個晶圓代工廠 這麼單純的一個公司 是不是能夠讓大家關注 讓政府來幫助他們 走出這樣的困境 否則我可以斷言 像今天這樣的事件 絕對不是第一件 接下去等到他明年 真的投產以後 整個美國對於台積電的 晶圓影響 甚至於他的工人或者素質 或者是產品不良率 這些都會成為 接下去他連環不到的地雷之一 就這個文化的差異 美國已經還算好了 歐洲的工會更強 你到法國看看 那是更要命的 就是讓你真的雇主 很多人就投資 趕快就跑了 以前那個洪七 西門植要去買西門植 西門植多好的這個公司 搞兩下認賠300多億 一年就認賠300多億 算了 你是不了解美國 真的是 因為我年輕人在美國公司 做的事我自己工程師 當時美國公司訓練我 我跑了30幾個州 夏威夷的美軍海軍基地 換那個船的用具 洛杉磯的通用汽車的裝備 組裝廠 到Missouri的水泥廠 德州的糖廠 喬治亞的造紙廠 反正就美國到處跑跑30幾個州 每到一個地方 當地的工程師都要警告我 因為我們要去看工廠 說你千萬不能動手 我講過你千萬不能動手 因為他們知道我們很想幫他動一下 你知道嗎 工程師 這個螺絲酸緊一點 那個油加滿一點 你千萬不能動手 你動手的當地的工會 那個工廠的工會就會抗議 甚至是我們的工作 在我們來講我幫你做什麼不好的 你不能幫我做 你幫我做的話 我可能會失業 懂嗎 所以你絕對不能動 每次要警告 我當時就想說 這奇怪 我幫你做做什麼不行 千萬不能動 然後我到洛杉磯的GM Geno Motor 同用器的裝備上 你看他就掛在 都是overhead conveyor 掛在天空的 一個白車 一個黑車 一個紅車 一個黃車 我說為什麼不白車都白車 紅車都紅車 你不用換那個噴頭 工會要求 因為換一個噴頭可能要20秒 這樣的話可以減緩速度 增加工作機會 工會是這樣搞的 然後你工人絕對不能 你不能把它開除的 不能fire他 要工會同意才能fire他 除非他是工頭 或是他是經理 那個不屬於工人 不屬於工會館 所以他們有的時候 很壞工廠 就把一個工人先升成工頭 然後把它fire掉 所以工人也知道 你要送我 你為什麼要送我 你為什麼要fire我 也知道 是這樣的 你跑去那邊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文化會差非常非常多 來 乃琪 所以說張宗某也很清楚這一切 他才會在這個裴洛西 他在美國做那麼久 對 所以他才會 在裴洛西來的時候 就是當場就講 你美國要復興半導體 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已經差了幾代了 這已經差了幾代了 所以這些的工會講說 我們都幫這個intel做 你幫intel做的是那個成熟製程 他這個已經是差了多少袋 台積電也沒有辦法 他就是在美國的壓力之下 能不去嗎 而且這個是蔡英文 他們什麼這樣子做媒 然後千拜託萬拜託 是把台積電送給了美國 今天這個劉德英董長 他是因為在法說會裡面 說了這一段 但是像比如說日本媒體 日經等等 他們其實在6月底的時候 就已經報導了 當時在亞利桑那一邊 就已經盛傳 對不起 他圈裡面就盛傳說 這個台積電要運來 500到1000名的工人 要來取代我們的工作 他們要藉這個機會 其實是藉著說什麼文化不一樣 我們這個美國的工人 都不能夠吃苦耐勞 是要藉此來去搶走 我們的工作機會 要壓低我們的工資 但是他這個是有差別的 他有一萬兩千名的 是現場的這個建築工人 然後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不是運過去 台積電請過去的這些 很多的這些工人 他是在工地的 他是在這個工地現場 是比較高階的 比較高階的 有這樣子背景的人才之外 他的確實在是 有很多的這個部分 就是因為美國的工人 他不吃你這一套 他不吃你這種就是 我都是朝九晚 我是上班有時間的 他哪給你那麼的 心情在這邊工作 亞利桑那那個氣候很惡劣的 很熱 最近非常熱 非常非常熱 然後他們現在要進入到 關鍵的階段 無程式還有管線的組裝 台積電在台灣 他是30個月就搞一個廠 他在美國他可能要搞三年 所以之前的時候 他們不就是在法說會的時候 也就宣布了 他們本來明年2024年 就要量產了 他現在沒有辦法 你這個廠的進度趕不上 他可能要拖到2025年 你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後 是打誰的臉 打拜登的臉 拜登這是他任內最大的一個 這個招商不得了 他那個法案通過了之後 台積電這麼大的一個場序 不但的符合了他的 要掌握這個晶片 國家安全 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而且創造這麼大的一個就業機會 他本來要在2024年 要來當作他的一個 很重要的政績的 而且威斯康辛州 也是一個搖擺州 他要當一個很大的政績 你現在給我這個到2025 耳朵拿 就是說你要給我打 搞到說2025年 他也很緊張 所以台積電是最近又加碼的 希望從台灣再徵聘工人去 希望能夠加快進度 可是你看工會現在一反彈 美國政府也不敢處理 我們台灣政府根本沒有力量 這就是倒楣的 其實也就只有拜登而已 你剛剛講的威斯康辛是郭台銘 郭台銘要去 郭台銘後來大概也看 其實不對 大概也沒什麼去對不對 在日中 天氣也是很差 也是很熱 很熱 非常熱 當然現在因為大熱都去那邊 為什麼便宜 土地便宜 人工比較便宜 而且熱不像北方下雪也很麻煩 所以他們說現在英特爾也在那個地方 好幾個公司都去 Google Amazon 希爾頓飯店 因為要開飯店了 都到那地方去 所以也是找不到工人 到處在找工人 但是台積電到飛熊本就很好 昨天帶了888個人 888 中間還有眷屬跟工程師們一起去 在熊本 所以熊本大概可以如期完工 所以日本人到底 東方文化跟那個還是不一樣 你看那個特斯拉多厲害 特斯拉在中國 產能這麼棒 馬斯克就說 中國的工人好 這個差很多 馬斯克 你聽馬斯克 中國工人 中國工人好 比美國好多了 效率高多了 因為聽話 就真的 missed 他看去了 但是他從來 就一直上次 在走那裡 我喜歡 你學校 你要學校 那些人 你學校 自己學校 那些人 我學校 你學校